发生在银村县的网约车案 已经过去了五十五个小时 车主赵某至今依然没有下落 现在我们能做的 也只是祈祷李佳佳女士 能够平安地回到他家人身边 你好 真有事不跟你开玩笑呢 他还在暗停车 公号2047有一个女性乘客 通过你们的平台约了一辆车 所以我希望你能向我们提供 他锁成车辆的相关信息 在宠宠公司机关的流程 难道非要等到出人命 你们才满意吗 当女生公司已经 把那天晚上的所有的事情 都说出来了 一旦暗沉公布出去 不仅会妨碍调查 甚至还有可能造成凶宠逃逸 走 走 不动 我们在费尽心思调查 你老婆的命案 你还有没有任性呢 快点 快点 如果那情侦上 没必着我取消定案 死的人会对我们